12月18日凌晨1点22分 就在李亮磊发布数千字长文 控诉王力宏后不到两个小时 英菲尼迪官方微博 便删除了与王力宏相关的动态和点赞 并发文宣布解除合作 声明英菲尼迪决定 即日起终止与王力宏先生的合作关系 要知道 王力宏在12月16日 才正式宣布成为该品牌的代言人 这代言期仅仅一天就解除合作 算不算是创造了一个最短代言记录 目前在其主页中输入王力宏词条 已经查无此人 切割得十分彻底 就在12月17日凌晨 王力宏还参加了该品牌的活动 日前 王力宏公开发声 承认他和结婚超过8年的前妻李亮磊 已经申请离婚 对于离婚理由 王力宏给出的解释是 现在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方式 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 所以决定分开生活 此外 王力宏还表示 虽然已经提出申请 但永远是一家人 随后又有网友爆料称 王力宏离婚原因 疑似和BY2双胞胎组合成员中的妹妹孙宇有关 网上还传出不少两人的亲密合影 这一说法也很快遭到BY2工作室 和王力宏经纪人的坚定否认 并表示将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只是 风波并没有随着回应而终止 直到12月17日深夜 李亮磊发布数千字长文 控诉王力宏婚内种种恶劣行径 信息量大到令人瞠目结舌 写着封信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人生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 也只有这样勇敢坦诚面对 一切才能归零 我们才能有各自有重生的机会 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带给深陷其中的你或是即将要踏入这个旅程的你一些省思 截图太多 我们画一下重点 其一 李亮磊称生完三个孩子之后 他基本上就过着伪单身的生活 第二 结婚这么多年 李亮磊一直被对方家人不断怀疑 羞辱和冷暴力 第三 结婚前就签署了婚权协议 保护婚前财产 婚后财产却也被转移得很干净 房子在王力宏名下 车子在王力宏妈妈名下 第四 也是吃瓜群众关心的重点 对于网传王力宏出轨传闻 李亮磊这样回应 你和他有没有不寻常的关系 你们两个心里有数演艺圈的关系和你的三观 颠覆了我的认知 对象 前对象 和他们的好友 大家一律都是好朋友 这段话 可以说是十分具有毁灭性了吧 第六 李亮磊直指王力宏在很多城市都有像他一样的好朋友 他手里还有视频证据 第七 李亮磊称两人在确立关系甚至结婚之后 王力宏还有一些奇怪的癖好 和朋友 工作人员 舞蹈老师 已婚好友等等都比较密切 这一段的描述 和周杨青的文字有几分类似 第八 李亮磊称王力宏给出的离婚理由 是不希望他将来遇到喜欢的女生 被说是小三 此外 李亮磊还直指王力宏不是好爸爸 孩子的生日和重要节日都缺席等等 李亮磊的文字发出后不久 便登顶热搜 评论区中 几乎是清一色对他的声援 如果王力宏真是如同李亮磊文中 描述这么不堪的话 他的结局会如何 相信很多网友都可以预料 这不愿别是从事上 可淬与作优优独播出 本集团的声援 变成厅